我們現在請各機關代表針對學者專家的發言逐一逐點作為回應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我要拜託行政機關就是那個客套化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就可以免掉直接針對問題回應好吧 謝謝 我們先請法務部 國民法官法連公告都沒有公告 大家一直夾著這個公告五天拿來來批評本部 這個可以 但是我們也 次長不好意思 次長我打岔一下 因為我拜託一下 因為我們今天發言的包括學者專家委員很多 所以可不可以我們從第一位開始的那個問題逐一的回答 所以我剛剛在會前的時候 我特別拜託就是可能幕僚人員主點記載好不好 這樣我們不然跳來跳去我沒有辦法判斷哪一個那個委員的發言或者學者專家的發言你一定回答 我拜託從第一位我們這樣的順序下來 謝謝主席的提醒我們有分工我大概本部的立場 因為今天這麼多的委員專家提供這麼多的寶貴意見 其實我們全部都聆聽在我們心裡面 我們一定會詳細的去內化去審說 但是我要特別強調 不要再用公告五天 因為這個事情我們現在已經把草案了 持續登載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的重開講 供各界葉藍兵開放留言 如果我們怕我們今天來這裡開什麼公聽會 如果我們怕這個程序只是個開始而已啊 如果我們想要積極的去爭取2016年來立法機關不是 不是只有我們法務部啊 大家都在講說為什麼不立在刑述訴訟法啊 國外的立法立也都在刑述訴訟法 刑述訴訟法的主責機關是本部嗎 剛剛教授還講到這個會跑的麻煩的偏先被殺 所以有教授說我們法務部啊被上斷頭台啊 106年的海巡被判刑以後是最高法院來呼籲啊 要立法 這三年多年來最高法院呼籲法務部來立法嗎 所以所有的立法機關跟相關的提出法案的機構啊 這三年來要審思 是本部從106年來開始詳細的 剛剛葉委員有講到說啊我們提出來被人家罵了狗血淋頭 那個不是科技偵查法 是因為我們科技偵查法沒有加了一個記保障 科技記偵查記保障法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立科技偵查法不是要給檢察官 不是要給司法檢察官方便 我們是保障人民我們只是差了沒有把科技偵查記保障記保障三個字列路而已 通篇法律不再為了給檢察官方便 剛剛也有我們教授講 司法警察呢希望這個不要過 這個法律不要過因為都在做了嘛 大家都拍手機長說啊被害人在密室被救出來了 大家都說啊給獎給獎金給司法警察機關查獲大量的毒品 所以我們尊重主席我們主義其實啊 這裡面今天來的學者專家 楊羽化教授提到了就解決了到底我們將來是要法官保留還是不要法官保留 要法官事前還是事後要法官的審查密度高還是低 這個我們都是在公告徵行各界包括今天的公聽會的專家意見之後 我們要匯整不是今天就說的就算了 我們的立法期程我們還要再送到行政院 行政院還要再邀請包括司法院在內的各學者的專家 我們在研議包括今天所提出的法會意見 然後當我們行政院通過之後 還要再匯選司法院 所以司法院講的在公聽會講了很多的意見 將來他們還會再講一次 所以不是法務部啊趕快立個科技偵查給檢察官方 辦案方便給司法警察機關方便沒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我個人在這裡再次呼籲 如果大家要為了要保障 因為現在在檢警調在偵查過程裡面 有侵害人權的餘利 要更要趕快讓這樣的一個法律科技偵查 既保障法 趕快讓它通過 國民法官法也是一樣啊 大家也是討論了很多 我們還是要聚集如果大家要讓它通過 我們也有很多的機制可以讓它非常的圓滿 當然一部法令啊沒有去施行啊 它通通都會有一些 侵犯人權的餘利 所以包括所謂的刑訴訴訟法 難道就沒有嗎 所以諸多的一些法案的通過啊 那麼它只是一個開始 當然 我們大家要及時廣益 所以我們接下來是不是讓我們的檢察室 司長逐一就各位 先著專家的意見 理事回應 謝謝